很多周围的朋友都很喜欢我种的植物 前两天网购的花盆都到货了 我打算拾到一下家里的花花草草 各位早安 折腾了一早晨 把家里看起来不太顺眼的花都搬过来了 来,先看一下我的新花盆吧 看看接下来怎么搭配一下会更好看 忽然意识到好像我买的花都是很便宜 而且都很小的这种植物 好像改造它们才是我的乐趣 朋友们好像也都挺了解我这个爱好的 这是一个从朋友办公室搬回来的小盆景 它已经枯萎了 我们今天就把它重新石头一下 石头是我以前买的 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场景 之所以买呢 是因为捡不到这么漂亮的石头呀 这里我还用到了昌仆 苔藓 然后小胡尔和文竹 其实很简单的几种花材 而且价格都非常便宜 只是浇水的时候可能需要更精心一些 因为它们的洗水程度是不一样的 好在呢还都是比较好养的花 整个的盆景当中 石头做了一个不规则的分割 然后文竹呢 看起来更像是一棵树的感觉 拉伸了空间 同时呢也有一种线条美 仓谱呢比较低 就像是一棒山脚下的矮棺木 小胡尔呢有静 相对的稍微高一些 然后做了一个中间的衔接 所以其实 很简单的几种花材 配出来也非常好看 不得不说 其实这个过程啊 真的是让我特别着迷的一件事情 美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就像这颗十块钱的小花 在没有阳光的时候 也会让我们觉得很温暖 我特别喜欢这种粗桃的小花盆 为了让盆底不把桌子划坏 我打算做几个粗布的小布垫 垫子的大小可以根据盆来定 蓝点主要在四个角的处理上 我们可以用硬纸板先做一个样子 在角的位置画出等边的正方形 然后将纸角画出圆弧 尽量一次性把角就剪下来 这样剪下来的角 可以帮助我们画另外三个角 裁剪好布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了 缝圆边的时候 记得针角要尽量小一点 这样弧线才会好看 反口要留在直边上 缝好之后 圆弧的位置要用剪刀剪出牙口 最后把正面方过来 缝合缝口就可以了 想更精致一点的话 也可以再缝一圈装实现 平针缝 注意针角的距离 出来的效果会更精致一点 这样放在桌面上 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咯 喜欢我记得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